华为在打造两个关键的操作系统 一个是面向端侧的和蒙的系统 另外一个是面向数字基础设施这一侧的欧拉的操作系统 欧拉的操作系统可以用于服务器 语音边缘计算和嵌入式设备 可以满足高可靠性和实时性的要求 那么同时我们还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就是把这两个操作系统都进行了开源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措施 让这两个操作系统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